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丰富的内容 那其中呢先跟大家先讲一下股市好了 今天股市好像又是 今天对今天股市其实到现在还很不确定 一开始就大跌了800多点 但是之后呢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传来 比如说美国最新的2月就业数字 那么在今天刚刚公布 那之后呢就是库德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又宣布了白宫可能会进行的新的这样的财政补助计划 所以那整个的股市还处在这样震荡的状态 那么到底情况会怎么样的发展 股市的变化又意味着什么样的内容 今天呢稍晚时候会详细为大家谈到 好那我现在看到这个在留言区呢 其实现在还没有就观众留言 可能大家都想说这个节目可能要五分钟就要开始 那我们现在准时开始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就开始踊跃地跟我们互动 那所以一开始呢先跟大家 由这个科技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来导入 那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iPhone跟Tesla 他们现在在这个国际卫生情势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这个出货跟他们有的这个零件跟货源呢 似乎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先我们标题上面是这个Tesla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iPhone 其实iPhone呢 现在的情况我们之前前几天有跟大家报告过了 就是在目前因为整个生产线 虽然这个富士康他们是认为在月底 就会回复正常的供应 但是呢其实还是不管在零件或者是在作业上面 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delay 所以在目前呢其实零件的存货也是已经有点不够了 那在这个出货上面呢也是会连带的短缺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苹果门市他们收到通知 表示iPhone的整个新机或是零件呢 目前都是处于短缺的状况 那如果呢你是在保护其的iPhone的用户呢 通常你可能会到苹果的门市去修理iPhone 或者是如果你有额外购买了AppleCare 或是保固服务的话呢 你去iPhone严重损坏的时候要去修复 还是会有优惠 还是可以换得一只整的新机 不过现在不管是零件或者是这个整新机都是供货不足的 我们现在从我们这个上面看 好像整个这个视频还没有推出去啊 我们请导播那边看一看是不是串流码这边有一点问题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的这个进行我们的报道 那所以这个iPhone这边呢 就是说如果今天零售保部的话呢 你还是一样可以得到一样你有的优惠 但是心里面要注意的就是 你可能拿去了之后呢 可能要好久一段时间才可以买到新机 或者是你可能要排队或者是 呃这个就是零件啊要修修复的话呢 都还是要等一段时间就是iPhone的情况 那Tesla的话呢 我想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是已经 呃有这个听到了这个相关消息就是 呃其实Tesla这几天有蛮多的消息 除了说这个可能 呃这个售价上面呢有调涨之外呢 另外一个比较负面就是Tesla 他们在零件上面的使用 由于现在的短缺 所以似乎是把旧的晶片拿来用 那现在这个也是受到Tesla的证实 这个是这个根据呃媒体的综合报导 呃Tesla呢他们在中国的Model 3的新车主就发现 车上的自动驾驶系统所使用的处理器 与官方的文件是不符合的 文件上面呢显示处理器的型号是HW3.0 但是实际上用的是2.0 那其实根据大家了解从去年的4月开始呢 Tesla的这个晶片就已经是用3.0的晶片了 而且3.0的绘图处理效果呢是2.5的21倍 所以呢现在换回了这个2.5 当然新拿到这个新Model 3的车主是觉得十分的不爽 那这个今年的1月7号呢 在中国是推出首批与中国生产的Model 3 所以拿到车主他们发现这个这个改变之后 当然就觉得为什么呢 那中国的Tesla就很快的在官网上面说做出了说明 表示呢由于上海的工厂要到2月10号才复工 由于供应链目前情况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在部分的Model 3上面呢 是只好先来安装这个2.5的晶片 未来呢等这个作业恢复正常之后 也一定会帮Model 3的车主升级到3.0的晶片 不过呢特斯拉也在同时跟大家说明 就说除非你选购了是全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否则2.5和3.0的这个晶片 在Model 3上面呢其实你的成价经验 还有安全上面都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这是特斯拉的这个车主 他们现在如果说你拿到在中国拿到新的这个Model 3的车的话呢 可能要记得到时候要记得要回去换成那个3.0的晶片 那我们再来看到Apple相关的消息 在昨天呢苹果就推了这个新的App Store的开发商的折引guide line 上面呢就允许iOS App推送通知加入广告 所以接下来你在你的这个App上面的推送通知上面可能会有广告了 同时呢它也是把这个其他的条款缩的更加的紧了 比如说像是这种算命啊还有约会的App 要全面来禁止躲避警察取缔的App等等 接下来会有比较严格的管制 这个新的这个iOS呢 它里面就包含很多像是涉及App的审核 推送讯息垃圾讯息用户评比回复还有行动装置管理 资料搜集还有储存还有Sign in App的这个规定 比较重要的呢就是把算命还有约会程式 把它列入宝盒的类别当中 就是说呢如果你被列入这个类别的App的话呢 除非你提供了独特高品质的体验 否则这个送件将会遭到驳回 另外呢我们知道之前在这个香港反送中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躲避警察的这个App 那当时呢在这个也是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在部分地区呢 这些App是不被苹果允许上架的 那现在呢是这个新的这一波更新呢 就是要把他们全部禁止 之前呢苹果只是禁止显示酒测检验站位置的App 不过在新的规定之下呢 在这个去年的这个一连串的香港的事件当中 之后遭下架的HK Map Life 全港抗争即时地图等等这些呢 接下来苹果就会名正言顺的把他们全部都移除了 另外呢允许这个推送通知可以包含像是促销或是直销行销的讯息 但是这个前提呢是用户要同意加入 你要upend这个接收 因此开发商的App呢必须加入请求许可的元素方面用户来勾选 苹果也强调开发商如果滥用这个机制呢 可能会导致权限被取消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了解的方式就是像你的email上面有一些这种推销的email 那这个如果你在这个email的这个推广的这个群组当中呢 通常都是你是这个 可能是这个商家或是这些服务的用户 并且你也希望可以得到更新的讯息 所以接下来呢这也会是一个就是更主动的方式在你的手机上面来进行推销 所以这个是虽然这个iPhone这边呢他们的零件还有他们的这个生产线呢 现在是严重的delay 不过在于这个软体的更新上面呢是没有delay的 那就是Tesla的用户呢大家再注意一下等到这个情况比较好转之后呢 记得要把这个晶片拿回去从2.5换到3.0这个是一开始跟大家来报告的 那不知道Lizzi对于Tesla这样子的车子你自己是不是有兴趣呢 嗯其实没有很大的兴趣暂时还买不起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买不起的东西就不要想 大家赶快打赏让Lizzi可以去买一台Tesla 现在每天最那个有一个有一个网友留言说你们太俗气了 谈的都是高大胜的话题天天在这里跟大家要赏 但其实啊这个城市劳动啊获得相应的收入其实在我看的还是蛮光荣的 那不过呢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还转入另外一个话题 哦不过这条先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刚才呢我们整个这个直播串流啊 出了一点小小的故障啊 所以如果您现在找到这里的话呢就找对了位置 但是呢刚才有另外一个串流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被打开了 所以呢如果是你刚刚从那个厂子过来的话呢 那么不小心啊是我们这边有一点小小的技术问题 但是呢现在应该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先